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小安姐 平时呀我们都会用洗衣机来清洗衣服 但是家里的洗衣机不管是滚筒洗衣机 还是立筒式洗衣机呢都有一个小机关 如果这个小机关不打开清理一下呢 那洗出的衣服会很脏哦 下面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滚筒洗衣机的小机关 我们在使用滚筒洗衣机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右下角呀有一个小门 打开它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准备一枚硬币 将这个硬币呀插在这个小孔洞 使劲往里按压一下 这个小门就打开了 打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圆形的盖子 然后我们直接逆时针将它拧开即可 这个呢就是洗衣机的排污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太脏了 里面都是毛絮污垢等 如果不将它清洗干净呢 就会滋生大量的续菌 而且呢还会发出难闻的异味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清理一下 之后再把它放回去就可以了 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 历史桶洗衣机 它没有这个排污口 但是洗衣机内桶里面呢 有一个垃圾过滤盒 我们将这个盒子打开 可以看一下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污垢毛絮的 看起来呢是非常的脏 如果日去月累呢不将它清洗干净 这样洗出的衣服也会很脏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地方 所以在以后洗衣服呢 大家最好把它经常清理一下 这样洗出的衣服呢也是更加的干净哦 洗完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去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洗衣机的这个小机关 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清理一下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